大家好 很高兴又到了周一的下午 我们每周一的下午 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佛教的基础知识 今天我们讲授佛教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叫四正琴 我们把内容推向一个文档 我们打开共享文档 我们讲四正琴将从准题法的角度进行学习 那在从准题法的角度进行学习之前 我们也把四正琴在这个原始佛教 以及大乘佛教的它的基本的概念 以及它的意义一起来学习一下 什么是四正琴呢 如果通俗的来讲 那就是你正确的努力 有些方法 有些努力 如果方向不对了 那你越努力 业障越多 越努力的修行 越差 业障越多 因为你努力的方向不对 所以说佛陀讲出四正琴 就是告诉我们 什么是我们应该去精进的 什么是要断除的 不要去精进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在佛陀那个时代 有些人修行的方法的不正确 因此他不正确的方法 越是努力的修 比如说苦行 越是努力的修 可能效果越不好 因此佛陀呢 讲出四正琴 从最原始的意义来讲 就是要讲清楚 我们努力的用功的方向 是什么方向 用功的内容 是什么内容 那么这里呢 就阐述了佛教的观点 我们看啊 这个图 四圣地呀 是整个佛法 原始佛教修法的核心 当我们了解了苦地之后 就要呢 正得道地 圣地 那所说的道地 就是修行方法了 修行方法呢 佛陀指出 就是八正道 前边的正见正思 正语正业正命 是指出八正道的方向 你有正确的理解 正确的领悟 后边的正琴正念正定 是我们要修行的方法 那我看啊 在这个因果关系上啊 我的网络也看了 也听了很多 其他人讲的内容 还真没有把这个 因果关系的角度啊 捋顺 我下面就从这个 这些 这四正琴啊 四正念和四如一族的 那个角度给大家 因果上捋顺一下啊 当我们了有了 佛陀的正见 正思和正与正业正命之后 有了这些正确的知见 以去正确的生活方式 那我们呢 就要修行啊 四念处 啊 修行四念处 如何来修行呢 四念处啊 是修行的方法 那四正琴呢 就是告诉你如何努力修 啊 四念处 四念处啊 就是像 汽车 啊 行驶在八正道上 那四正琴呢 那就是 发动机 就是给 四念处提供动力的 提供动力 就像呢 啊 给这台汽车呀 不断的加油 啊 而且这个车呀 有好的车 正确的车 又不正确的车 啊 这个四念处的 像四念处啊 有五台正确的车 五台不正确的车 那五台正确的车 啊 就是五善根 啊 五台不正确的车 啊 那可能呢 就是啊 这个 啊 我们下面讲的 有五盖啊 有七车 讲还 真比喻 我觉得现在忽然觉得 应该用那个马车 来比喻更好啊 啊 我们这个四念处的修行 就像个马车 有五匹马 他向正确的方向拉 啊 有五匹马的 向错误的方向拉 那我们要给 四正琴 要努 要哪匹 哪个方向的马 更努力呢 那就是四正琴 所说的五善根的方向 啊 那正确四如一 四如一族啊 是指这个动力啊 就让这个马呀 更有力量 拉这个车 向四念处啊 这个方法修 那结果呢 就是我们得到七绝之 啊 结果是七绝之啊 七绝之是修四念处的结果 四正琴 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啊 啊 四如一族 是指我们的力量更大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 因果关系啊 因果关系啊 那我们不要往下看啊 可能现在这 宏观先讲一下 慢慢这个 一点点就清楚了啊 嗯 我们看这个表啊 但是把这个四念处 四正琴 四如一族 五根五力 七菩提芬 八正道 这样列了 这个表啊 虽然是让人一目了然 看到了三十七品道的 这个宏观上的内容 但是呢 他呢不利于我们刚才所说的 从这个因果因缘的角度 把这三十七品道啊 表述清楚啊 表述清楚 那那学习概念的 可以叫宏观上看一下 但是知道啊 这里边呢 四正琴 是要 要那个五根 五善根啊 第四个五善根 更好的发挥作用 啊 像五善根上发展 五善根 修行的结果就获得五力 五力获得的结果 就得得到七觉知啊 啊 七菩提芬了啊 就是进入七觉知芬了啊 这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这四正琴 是努力的方向啊 四神族是力量啊 你怎么修行更有力量啊 他的目的就是让五根增长啊 这个五根增长 五根增长的结果就是获得五力 五力呢 就是我们就有这个修行的结果了 就是七菩提芬啊 我看那个我们的苏路飞飞啊 字幕打得非常好啊 这样我们学习起来就很轻松啊 好 那下面我们往下讲啊 那我在这里啊 有个比喻啊 四正琴就像加油站 五善根是汽车 刚才呢 我说也给改了一下啊 五善根就是啊 这个啊 修行之车的五匹马呀 啊 五匹马啊 加油站就是差不多是这个马的粮草啊 你喂养哪个马 你是喂养这个像正确方向的马呢 还是啊 是错误方向的马呢 差不多可以这样讲啊 又一个比喻啊 四正琴是浇水啊 五善根是啊 是根 是苗啊 你是给野草浇水呢 还是给啊 五善根的种子浇水呢 啊 这四正琴啊 就是这样来理解四正琴啊 四正琴是保障啊 加力五善根啊 五善根生出五力 五力呢 生出七绝之分啊 这就是他整个就是一个因行果的一个关系啊 所以四正琴是告诉我们如何努力 这个方向啊 是正确的啊 我们向哪个方向来努力 那这是七绝之案 我就不讲了啊 它是五力啊 四念处修行的这种结果啊 那这呢 这个原始佛教啊 修行呢 它也是次第化啊 有一层一层的自己的定力的不断的提高啊 念力的不断的提高啊 对这个烦恼的不断的去除最后达到啊 有余涅槃的境界啊 它也是次第的修行方法 那我们啊 在详解这个四正琴啊 什么是四正琴呢 啊 我们佛教的课生呢 经常念着四句话啊 以生恶令妻断除 未生恶令妻不生 未生善令妻生起 以生善令妻增长 啊 这就是四正琴 四正琴呢 啊 我给翻译成通俗点 我们就可以这样记 就叫四种努力 啊 四种努力 啊 勤劳啊 就是思想上的勤劳 我们就可以理解上 努力 那这个努力呀 可以从两个方向 啊 一个就是努力不做什么 这叫四正断 啊 如果是你努力去做什么 这叫四正琴 有的人他那个五概严重 他修行四正琴的主要方法是如何断除五概 有的人呢 五概琴 那他四正琴对重要就是 怎么样好的事情更多的发生 实际上是一个事情啊 两个方向 啊 就像一个拔河比赛 啊 怎么往你这个方向的力量 给他增大 而往其他方向的力量给他减小 这样你在菩提道上啊 在七解之的菩提道上 就能更快速的保证你呢 啊 修行向前了 啊 这样就好理解了 啊 好理解啊 那我们说啊 先从断的方面啊 从负面的方面来讲 啊 怎么来断 断除不好 啊 这佛陀呢 指出四种断的方法 断断啊 就是努力使 一生的恶永远不去做了 啊 这叫把恶法断除了 永远不去做了 绿一段啊 就努力使没有生的这种恶呢 不让他生起来啊 坚持戒律啊 守好位义啊 不让这个断生起来 这个利益段呢 更像是为我们不犯戒 不生恶 打造一个很好的那个增上缘 也就是打造一个很好的条件 环境啊 养成良好的修行习惯 自然而然 恶啊 就不生了 你不让自己产生恶的这种条件 这样的环境你不去 自然而然呢 恶就生不起来 叫利益段 那你看 第一个断断更是在心上断 第二个 利益段呢 更是在行为上追求呢 一种断 在环境上 因素自己 后边两个啊 随护断和修断 这个呢 是啊 让好的行为更多的发生 那不好的行为就少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 一个地上 如果你庄稼长得多了 那草啊 它自然而然就不生了 那第三个断和第四个断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随护断 就是努力时 没有生的善 让它生起来 啊 于正道 正见啊 经常思维啊 护持 让它生长起来 比如说啊 我们经常念诵 观众级的普贤学院品 念诵经文啊 念诵准题理念 实际上就是在培养我们的善根啊 为生的善呢 让它生起来啊 啊 就是念诵 修断啊 就是努力使自己以生成的 这个善呢 增长 啊 这个增长啊 就是啊 它如果是强大了 啊 那个恶呀 就没有机会产生了 实际上 它从断的方法来讲 也是两方面入手 就把草要拔了 不让草生长 同时呢 那你还要让这个庄稼 重伤 不仅重伤 还多多一善 啊 多多一善 那这是这个啊 刚才是从负面的角度讲 啊 那么 具体落实在修行上啊 这个四正旗不是要求我们如何来生活的啊 这个善恶呀 不是说我们的世界的行为啊 你做 帮助别人啊 做好人好事 这个善啊 在原始佛教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诸善啊 诸恶莫作 终善奉行啊 不是那个广义的 而是很具体啊 四正旗 让你生的善 这里就是指的 五种善根 就是指导修行方法 就是指导修行方法啊 这个大家要知道啊 它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 那么 以生的恶 另断 这个恶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五盖 啊 五盖 啊 很具体啊 因为这个五盖呀 贪嗔 睡眠 啊 移毁 它会让你的五善根呢 不得真增长 你就不去修的五善根了 有这些内容 所以呢 一定要断除它 未生恶 另不生 啊 对没有生的恶 比如说你现在还没有 以悔之心啊 或者是贪睡呀 懒惰呀 那你想办法 让它呢 不再生长起来 啊 这是两种啊 断的方法 两种是增上的方法啊 就是呢 以生的善 实际生长啊 这五善根 你已经具足了 善根了啊 那你呢 就让它增长 啊 我们常常说啊 这个人有善根 啊 一跟他讲佛法 哎 他就信了 哎 这个人有这个善根呢 那就是他有 信的善根 啊 信的善根 这个人呢 一修行 就特别精进 你不用说他 他就精进 那他就有 有善根 什么善根呢 精进的善根 啊 有些人在精进的善根 得慢慢培养 那有些人他自己就有 那我们呢 要在这里呢 啊 要知道这善根是要培养的 啊 没有生的善根 让他生 已经生的善根呢 要更多的 要培养它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就是四圣秦的 啊 你把这个草 喂给哪 哪匹马 你把这个水呀 交给哪个方向 那结果是不一样的 那佛陀讲了 啊 这个五善根 啊 这个带这个根 我觉得很好啊 很形象啊 啊 就是你给哪个根精 浇水啊 这五善根浇水 你就接出这个七绝 五粒的果啊 你给五恶根浇水 那你就不长五善根的果啊 这个到 这个比喻 我觉得特别好 啊 那什么是五善根啊 五恶根呢 五善根就是指 信根 精进根 念根 定根 慧根 五恶根呢 就是指五盖 能盖住智慧 啊 盖住你的善良啊 就是也叫五毒啊 这个五毒不是很具体啊 因为落实到修法上啊 这个五盖就是指贪欲啊 称慧 睡眠 悔 疑 这是五盖 具体落实在具体修行上啊 贪欲盖 修法时啊 你东想西想 想 哎呀 我今天能不能中彩票啊 啊 我修法的时候 我会想 哎呀 我今天 是不是能 遇到一个非常好的缘起啊 你修法的时候 被世间那种欲望啊 啊 影响你 心神不宁 啊 我们知道我们准天法提上可以有欲望 但是你修法的时候不能让这些欲望影响到你啊 这贪欲盖 啊 称盖 愤怒之心 愤怒的念头啊 出现了 干扰你修行了啊 念念咒 想起什么不开心的事了 你呼吸都短促了啊 念念啊 啊 啊 愤怒之心啊 但现在就贪欲的心影响大 愤怒心有可能影响小啊 啊 睡眠盖 你呢 把世间法做得很好了 都没有经历了 想修法的时候 不修还好 一修啊 浑浑入睡 睡眠盖 啊 毁盖 啊 思想 流浩 中途啊 不想修了 啊 好多人呢 不修法的时候 哎呀 什么事儿也没有 一修法就想起来 我这个事情没有做 那个事情没有做 哎呀 又好的思路也出来了 赶快做世间法 赶快做事啊 这一修法 什么事儿都出来了 啊 就叫毁盖 啊 一概啊 就修有法呢 对修法的功德啊 佛教的那个修法功德 产出一心 哎呀 这样修法可以吗 能不能啊 这就是武盖 哎 那就 私正秦就是要去除这武盖啊 武盖啊 私正秦 私正秦 其实武盖的方法 你看有有有 副相的有两个 断断啊 正向的有两个啊 就如何除草 两种方法 如何种种子啊 如何种庄稼 两种方法啊 那也就是说私正秦在这里告诉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啊 有着私正秦就让我们修行啊更顺利更高效啊 你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 你才白不能努力啊 这是很重要的啊 你看呢 准地法啊 非常殊胜啊 非常殊胜 道大师啊 让我们啊 和学院要求啊 以及我也是这样来要求我们学院 如果只修一座的话 那一定要早上修法 你早上修法呀 武盖中的多数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 就不出现了 首先呢 你早上起来修法呀 你的身心非常清静 你刚刚清醒啊 刚刚醒来啊 这样就不会被那个睡眠盖影响了啊 早上起来一般注意力都是最集中的时候啊 杂念也最少的时候啊 所以这时候这个移毁盖呀 也不容易生起来 因此早上修法呀 是四正勤中啊 断除利益 断除这个五盖最好的方法 就相当于我们利用了四正勤的利益断 什么呢 就非常善巧 如果你把修法设置在早上的话 自然而然五盖 它就减少了 不用你再想 我不要有五盖 不要有五盖 而是你听道大师的话 只要早上起来修法 自然而然呢 就是有这样的效果 因为中午和晚上呢 不太好确定 因为中午啊 你上午工作于上午啊 思考的事情很多 遇到了很多人物史 而且有些人物史 你不可能马上处理完 你心中还要思考啊 这件事怎么做 有些事情还定不下来 因此你要是中午修的话 你很难呢 能真正的静下来 那种悔盖呀 就会出来 就是 世间法的一些事情 就会在你修行中间呢 会出现 在你这个善根 还没有完全稳定的情况下 他来打扰你 有可能会打扰到你 而早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早上你内带的清静啊 没有时间法来干扰你 而你中午的时候就可能有 而晚上呢 一般都会太累了 如果太累了的话 最后就想 哎呀算了 今天太累了 明天再修吧 就容易修一半啊 这个五盖最后两盖啊 就会出现啊 因此啊 啊 道大师啊 有这样的规定 我觉得特别的善角 所以我们学院的一些修法呀 这些规定啊 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只不过我们呢 老师呢 就是没有展开给你们讲啊 但是我想以后一定要严格要求 学院要求你这样方法 老师要求你这样方法 你就是要听 你这样修之后 随着你的智慧增加 你的佛学知识增加 你才能知道他的好处 啊 道大师为什么就是在平白无故的 就说出这个 要我们早晨修法呀 这不是随随便便说出的吗 一定是他在他长期的修行的总结中 总结出来的 那我们用这个施政秦的角度来看 你看啊 这非常符合佛陀对修行的要求的 他符合了施政秦去除五概的方法 断除五概的方法 嗯 这是这个 啊 这是这个啊 施政秦的这个 啊 早晨修法啊 跟准提法的关系 那我们再看看 其他四个段啊 啊 决心段啊 啊 就是我们要听道大师的话 啊 早晨修法 大声喊咒啊 啊 对准提法的认知啊 啊 要非常深刻 另一段啊 把修法的时间规定好了 要按照学院的要求 自然呢 五概不生 啊 这是这个 另一段 随后段啊 就努力使 以生的善 啊 继续生长 那就是我们呢 要经常看啊 学习啊 显密原同成佛西药集 什么叫学习显密原同成佛西药集呢 那实际上 我是把显密原同成佛西药集的思想 啊 给的具体化 讲成了我们准提法的开始集和问答集 准提法的开始集和问答集 就是对啊 显密原同成佛西药啊 最白话的这种解释 啊 也可以呢 听我们两天的显密原同成佛西药集 这种直播课程的讲讲解 这都可以 甚至呢 你呢 认真的学习准提咒的六大特点 准提理念的思想 啊 多学习 多传播啊 准提咒的这种感应故事 这都是啊 随后段 就把准提法的好处 修行的好处啊 多看多学 啊 在啊 我们的语言上 啊 在我们的啊 朋友圈中 多发呢 准提咒的感应故事 让别人看到 自己看到 增强信心 什么是修段呢 修段非常重要 你修行啊 你要有的收获啊 这个收获有几方面 一个是身体上要有收获 你要修行 要身体越来越健康 你自然而然呢 就不会产生很多的这种 这个 疑惑 啊 有好多人啊 不按我们学院的方法修 按其他的方法修 有的修到两千多万遍了 还是一身病 身体没什么反应 来问我 高老师啊 我念两千万遍了 我怎么不像你们学院学生 念几十万遍 就有这么好的 一个身体变化呀 我说你是怎么修的 他说我在心里念呢 我说你大声念吗 没有 我就默念 我说准提真言准提咒啊 咒上两个口啊 你不出声念 那三密加持中那个 你那个口啊 那个颂啊 没有 那效果指定不好啊 如果你大声念的话 通过咒音震动气脉 让你达到金刚颂的水平 那你很快就会身体上发生变化 当你身体发生变化 你有发喜的时候 那你这种移毁啊 不想修行的方法 自然而然不会产生 比如我 高老师也可能 着凉 也可能有感冒的病毒现象 那打打坐金刚颂 好好念一念 是不是 一震动 症状减轻了 所以说当你修行有进步的时候 你发喜出来的时候 你就想更多的获得发喜 你没有发喜的时候 你不能按 不按学院那个金刚颂 大声念头来修 你不获得发喜 你就容易掉下去 你就容易放弃 哎呀算了不修 修也没什么意义 好多人这方面有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啊 说哎呀修行 我不注意有感应 这身体是臭皮囊 调唱的特别高 好像他就要成佛了似的 他看空一切了似的 实际上呢 真有病了呢 比谁这个三法院都失去的快 不是找这跳大神的去了 就是对法师去信心了 连修都不修了 实际上每个人呢 我觉得我们要非常诚实 这个身体是我们要修行的一个根基 我们修行也要把身体修好啊 你获得这种发喜了 你才能啊 在修段上更进一步 这是身体的修段 还有心理的修段 还有呢 你在世界福报的变化 你在世界福报的增长 自然而然让你呢 就不愿意放弃准提法 不愿意放弃修行了 所以说修段就是说 你修行是要有进步的 你要没有进步 你就容易产生疑悔 就容易落后 所以说我们准提法啊 特别好啊 我们不讲神通 但我们要讲感应 佛菩萨是会加持我们的 我们是会身体上会有感应 然后之后慢慢福报上会有感应 世间法上不断的有所收获 出世法上不断的进步 这让我们自然然达到修段的这个境界 五概自然不生 一回是不可能的了 在你这个新天中啊 长的都是佛的种子啊 都是智慧的种子 没有地点去生杂草了 杂草的没有地方生了 那我们在准提法中呢 我具体也总结了一下 所说的这样的善根 生起之后 那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啊 武力啊 武善跟武力啊 信根是指啊 相信准提佛母的功德 相信呢 准提咒的功德 信为道元功德母啊 那如何来信 许愿呢 专门有一篇文章 讲呢 什么叫理性和知性 这是这个信根 我们在信根上 要不断的修行 加深自己的信仰和信心 对准提咒功德的信心 对准提佛母的信心 这是信根 精进根 要努力修行 不断的进步 而不懈怠 那么我们这个精进根呢 非常有意思 不是一天让你修行六个小时 而是每天呢 都修行 每天呢 都进步 我们上泰国去考察啊 修泰国中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宗派 他的精进修行 是每天要打坐六个小时 每天六个小时 两年坚持不懈 试问我们现在这个根基适合吗 试问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适合吗 很难做到啊 非常难做到 那我们可以一天修六次 每次 五分钟 这是可以达到的 这呢 才是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所提倡的 精进根 后面呢 我还要讲到啊 念根 常有感恩之心 归一理尽 准提菩萨 归一理尽 师长 供养护法团队 支持准提法的发展 要有这样的念根 要不断的增长 这个念根要增长啊 要不断的增长啊 你不能说啊 我今天 做了百分之二十 这百分之二十 似乎好像就够了我的福田了 实际上这念根要不断的增长啊 这个感恩之心 要不断的蒙发啊 礼敬归一之心 也不要不断的蒙发啊 定根啊 随着我们思政群的这种啊 深入 我们呢 就能够把心安在准提法的修行上 那如何更好的把心安在准提法的修行上呢 那就是认真的学习准提法的叛教思想 准提法的叛教思想 除了原教的叛教思想以外 我们还有知道 还有太虚法式的一别容透超多的叛教思想 这个大家要认真学习啊 准提法的叛教思想 才能真正的认识到一门深入修行准提法的重要性 这个定根对现代人的来讲呢 它的特点呢 让你不走弯路 不走冤枉路 让你的修行呢 不至于混乱 所以一门深入的修行 就像打井一样 你在一个地方打 你一定会打到水的 你东挖一个坑 西挖一个坑 最后可能一点收获也没有 所以说提向大家认真学习准提法的叛教思想 如果你要不愿意的自己看书的话 你可以请老师们给你讲一讲 我也想啊 以后我们有一个机会 也在系统的讲一讲准提法的叛教思想 慧根 就是要区分准提法与其他法门的区别 看清楚自己的根基 以这个时代的特点 深刻认识到末法众生啊 是供业禅服 末法众生啊 很难啊 像出家人那样来修行 因此佛陀啊 才这时候给我推出 非常时刻 现在众生修行的准提法 这是这个 详细的讲解 那我们还讲啊 精进修行 精进修行 我经常说 能够坚持每天修行 就是最好的修行 就是最大的精进 你能够每天坚持念108分准提照 或者每天坚持念观众级 这是最重要的修行 最怕的就是啊 三天两鱼 三天打鱼 两天塞网 一不时寒的修行 有位学生问我 说他我只 每天呢 只能拿出几分钟来修行准提法 我修的不好 我说也不能这样说 你修行的不好 也不能说你修行的不精进 精进不是按每天 你拿出多长时间来修行 而是呢 你能够联系修行 如果你能连续修行10年 每天能拿出1分钟 5分钟来修法 那你就是修了10年的法 而不是修了5分钟的法 比如说我们准提经典中的啊 谈法的电极修法呀 要求修49天修法 也是提倡的连续修法 只要你这49天 每天修送一遍观众级 你就相当于联系修行49天了 而不是这49天 你不吃不喝 每天修行六七个小时 所以这个道理呀 非常清楚 就是要联系不断的修行 这个非常容易做 但是容易做 现在众生的根基呀 你个人修行 如果没有团队支持你 经济修行 连续修行 也是有难度的 因此修行也适合这句话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 更多的人 团结在一起的人 才能走得更远 修行也是这样 一个人你可以啊 勇猛精进修行 但有的时候 如果没有道友的协助 老师的指点 辅导员的支持 有的时候我们 业力上来了 你自己就是不能为力了 就像自己的刀 学不了自己的爸一样 真的是要光光行照 形成一个修行团队 这样我们呢 才能真正达到这种私政勤 当我们 移毁的时候 有辅导员 有班主任 给我们解答 鼓励我们 当我们 懒惰的时候 有团队的 在群里的拉手 有其他师兄的一种感应 激励着我们 可以继续修行 所以说 这个四正勤呢 我想讲 也不想讲 为什么想讲呢 佛教的基础知识啊 我们确实应该系统的学 为什么说又不想讲呢 因为在道大师的修法的安排中 在学院的这种组织模式中 其实如果你能很听话 按照学院的方法来修行 跟随着学院的这个修法团队 那你这五概就自然而然 就可以避免了 所以说这样的人又可以 你不去想什么五概 不去听什么四正勤 你自然的他就没有了 这就叫利欲断 利欲断 什么叫利呢 就是生活规律 或者是你在这个团队中 遵守的一个法则 遵守的一个团体一个要求 只要你遵守这个团队的要求 听老师的话 他就不会生恶 没有生恶的 没有生这个五概的条件了 所以说 你就其实也不用学那个 什么叫五概啊 什么叫四正勤 所以说我又想讲 又不想讲 已经很听话了 很好好好修行的一些 他没有五概可以不听了 那么正在犹豫啊 有时候 一会儿的你听听什么叫四正勤 应该怎么努力 什么叫四段 什么叫四正勤 你听了之后 你才觉得 哎呀 道大师真是用心良苦啊 学院呢 也是用心良苦啊 给大家这样来安排 来修行 还有义工支持你 还有辅导员协助你 班老师帮助你 导师团队的整体的作用 高老师苦口薄心 跟你们这样说 把课程打造的这么好 你要真的有这样的感恩的心啊 你要知道实际上是来之不易啊 不然你好多人自己在外面摸索 几年几十年 碰得头和血流 反过来才知道我们学院的东西这么好 你想做这样的人吗 我想大家 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你好好修行 修好了之后 还要靠你去度人呢 你会度很多人呢 你好好学 让这些人都能往上挤着世界 那功德无量啊 法不实的功德无量啊 我们这反过来看啊 这是这个 学院的一个 组织模式 修行方法 都会让大家 很好的修行 刚才所说的定根 和念根说一下 有些人今天学那个法 明天学这个法 这就是没有念根和定根 你要没有念根定根 谈不上精进的问题 你在这里精进一下 在那里精进一下 等于没有精进 真正的修行 一定要一门深入 信也要源通无碍 修行到一门深入 如果你还在彷徨在 我信和不信 思考这个阶段 你可以什么都学 什么都看看 假设你决定 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决定要用准提法 来让家人更幸福 决定用准提法 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往生极着世界 那你要修行 而修行要一门深入 所以说对准提法的修行 一定要一门深入 另外学院设置的这些法会 群里的规定 就是利于一段 就是让你能够不断的精进的方法 法会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加油站 在法会中 在共修中 你会有很多收获 上次我们法会 组织众事团共修 好多人 一个小时只能念 几千遍 那在共修中 一下上升到两三万遍 有的人呢 一个小时念两三万遍 那通过法会 这样共修 上升到一个小时 可以念七八万遍 有的人呢 上升到可以念几十万遍 那这都是学院设置的这种 利于段 私政勤 通过法会 让我们私政勤自然而然发声 你就会不断的向前走 当你向前走 当你的善根 在你的菩提 在你的福田中 不断的生长的时候 那些五盖 它都没有地方生长 因此 我们这样的一点点 随着你这种 真正的 你的身心上 有成长 家庭关系 有变化 事业成长 财富增加 自然而然呢 你的就有慧根了 你就不会去做 那些没用的事情了 那随着 你不断的修行 更多的感恩 佛母 更多的相信 因果 两个性 信因果 自己所有的行为 都是因果的 信准的佛母的加持 护法准的佛母 一定知道 我什么是 对我们最好的 相信因果 就是我们无论 遇到好的阶段 坏的阶段 都相信 一切都是 最好的显现 相信 佛母和护法 我们只要 很好的修行 很好的做福报 那准提菩萨和护法 就会给我们 对我们来讲 最好的结果 于是我们 这个四正秦 就有了一个 正确的一个方向 而且准提法 修行的非常自在 随时都能修 你看我在做 法务激请的时候 也不是天天 在这打坐 在我的法座上修 有的时候 我也在公器 汽车上修 有的时候 也在其他的会议室上修 准提法多好 随时我们都能 精进修行 精进修行 准提法又非常好 对你现在的情况 要求不多 不是让你 不能干这个 不能干那个 准提法是家法 你可以先不管你那些草 你把后边那两个 把好的准提法的加持力 佛母的加持力 你的财富增加 你的福报增加 当你福报增加 到一定程度 当你这好的种子 就你这块田地 里都是好的种子 那些草子自然而然就灭了 有可能一开始 你还靠那个吃草活着 一点草没有 你就饿死了 是吧 当你这个全是最优良的 这个佛的种子 最好的佛果和福报 出现的时候 你还吃草吗 你对吧 人是有自己的判断力的 我觉得这一点 也非常非常重要 那也就是说 四正秦从某个角度来讲 准提法的四正秦 更是从正面的意义上 来建立四正秦 四正秦的味道 大于四正段的味道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 可能我们等一下我们导师和班主任也会具体要讲解 这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 准提法的精进 并不是要每天拿出很多时间 而是要日日进步 保质保亮 精进的真正意义是日日进步 而不是执着于努力持戒 放弃世间的法为代价 除了天天向上以外 没有更好的精进 好 四正秦我给大家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可以听我们导师和班主任的 给我们的开始和讲解 好 那么我今天关于四正秦的佛法内容 为大家进行分享 我计划是讲两个大的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部分是讲 四正秦在佛法修行中的重要地位 第二部分是讲 我们准提形制 如何修四正秦 那么第二部分呢 有分为三个小的篇章 那现在先讲 那现在先讲第一个部分 四正秦在佛法修行中的重要地位呢 还是要从苦劫灭道四成帝讲起 刚刚高老师也讲得非常清楚了 四正秦是属于道地的内容 道地三十七道品 分为七颗 其中的八正道 我们之前讲过 那么这三十七道品呢 是三秦的共法 互相的紧密联系 任何一颗 皆可单独成立 也包含其余 比如说八正道 实际上已包含了四念处 等六个行门了 那么在修行次第上 从一到七 还是有一定的次第联系 修思念处 能生正秦 正秦发如一族 如一族生五根 五根生五力 五力生其觉 其觉如八正道 实际上在不同的宗拜修行中 也有次第的不同 比如说有的从八正道开始 先建立正确的佛法之见 然后再修定止观 主要修七觉直 最后再修思念处 实正实相 总而言之 大小成的各宗派 都讲了很多 三十七道品 与自宗派上的修行应用 那今天 因为咱们讲四正秦 也就是秦精进 我就从精进这个角度 为大家做一个贯穿 这七颗呢 第一 思念处 简单说呢 就是 观身不敬 观树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这里面虽然没有讲到精进 但其实允含了精进 如果没有精进观 又如何能成道呢 除了思念处 其余六颗都有精进 四正秦 讲的 断恶 不生恶 生善 增善 这四法上 皆要 勤精进 四神族 第二个 讲的是精进神族 五根 第二个 讲的是精进根 五力 第二个 就是精进力 七觉知 第三个 就是精进觉知 八正道 第六个 就是正精进 也就是说 无论修行任何法门 都需要精进 只是在各个行门 所讲精进的角度 不同而已 今天所讲的 四正秦中 精进的侧重点 在于秦 就是秦分 制度论中 有讲 拓协法 正道 中行 不明正秦 也就是说 明确 正确 正道的 秦分 精进 能够断除 懈怠 鞭策 鼓励 深 语 正行 下面讲第二部分 我们准备 行者如何 修四正秦 我从 时间 空间 专精一门 三个维度 为大家进行 逐渐 分享 因为时间 关系 可能呢 我先 为大家分享一个 时间的 维度 在第二轮的时候 再为大家分享 剩下的空间 和专精一门 两个维度 从断恶 修缮 这四个角度讲 比如 有学员问 说老师啊 我总犯错误 怎么办 要精进修行 精进修行 就能使 错误 感染而止 所以要 勤精进 我不想 犯错误 怎么办 还是要 勤精进 勤精进 就能是 以后 不再犯错 我没有福报 想赔福 怎么办 要勤精进 勤精进 就能使福报 升起 我福报 不够 想增长福报 怎么办 要勤精进 勤精进 就能使福报 增多 那具体要怎么 精进呢 要在修行准提法上 要精进 在学习准提法 经论上 要精进 在众福田 做功德上 要精进 在做法部师 弘法度声上 要精进 具体如何做 才算是精进呢 第一个维度 时间 首先在时间安排上 第一位的 一定是优先安排 如上修行 学习 众福田和法部师的时间 其他 种种事件法 也要为此让路 何况 令 致我们 放逸 懈怠的事情 更是为此让路 这样 精进的行者 就不会说 我每天 要念一万遍 没有时间 今天 听老师开示 我没时间 开法会 我这会忙 忙过去了 我随喜 但结果是 一直也没随喜 做法部师 我天天上班忙 哪有时间 这些种种的 没时间 其实 皆是懈怠不精进 而为自己 所找的借口 究竟更远 还是在于 对因果 佛丽的信不够 正见不足 而很多初学 或者说 对因果 很模糊的 有缘来讲 也许会觉得 很委屈 因为他会说 我还欠着债呢 我要工作 还债 我要养家 每个月 拼命工作 很累 也挣不了多少钱 我身体不好 我很烦 如是 等等的理由 从繁复的角度 非常能够理解 从慈悲心的角度 也非常能够体会到 众生的疾苦 但是 于佛法因果的角度 还是要讲的 因为这样 才能够帮助 有缘 离苦 如果深信因果 就会知道 这些欠债 辛劳 深信 烦恼 等等 皆是过去的夜里 所感受的苦 如果想要离苦 一定是在佛法上 多努力 才能够 更快的改命 如果只是知道苦 但又没有在佛法上 付出相应的努力 又怎么能够离苦呢 举例而言 有一些修行人 有伤心的时间 没有念咒的时间 有哭泣的时间 没有念咒的时间 有烦恼的时间 没有念咒的时间 有刷剧的时间 没有念咒的时间 有清歌的时间 没有念咒的时间 有闲聊的时间 没有念咒的时间 有刷抖音的时间 没有念咒的时间 由于一元钱 使劲去搞价的时间 没有念咒的时间 同样的 也没有学习 种腹田 法不式的时间 行者 这是你吗 希望这不是你 或者这只是过去的你 在此之后 把所有过去浪费的时间 通过精进 都补偿给自己 那么建议大家 把自己每天 每月每年 要做的 佛法上的事情 做一个规划 当然是优先安排 规划 并如是 勤精进 好 谢谢大家 这是第一轮 所讲的内容 在第二轮 再为大家 分享 空间和专精 两个维度的 这个内容 刚刚讲了 我们在 行精进方面的 时间方面的精进 下面 第二个内容 讲一下 空间方面的精进 也就是 随处精进修学 做财法不施 如果能够如是做 当然进步是悲快的 如果还不能处处精进 能够如是做 一处所 缘起精进 也是非常难得的 尤其是我们准提行者 因准提法的圆容 可以非常方便的精力修学 所采法不施 比如 刷牙洗脸 可以观饭文篮字 做饭时 可以念诵梦篮 吃饭前 可以先修法 供养三宝 洗碗时 也可以念诵梦篮 出门走路上 可以一路修行 结金刚前印 十准级咒等 开车时 也可以根据情况 结印念咒 工作坚习 休息时 也可以静心观想 蓝色烧身 地网无尽等等 细时 和同事聚三 也可以很方便的 把武器请 或金刚颂 修行和度声 乃至处处皆可 随方便修行 自立 同样的 学习一如是 尤其现在 网络时代 用好手机和互联网 即可随处学习 清文妙法 比如 现在大家正在做的 就是 那么 做财不实 也极为方便 随处想种福田 无论你在哪里 都可以利用 英特网 微信转账给老师 并把回向愿望 写清楚 即可圆满功德 同样的 做法不实 也是随处皆可 比如 把佛法知识 打朋友圈 学员的文章 分享给友缘 辅导员一工 每天在学员群里 所做的 弘法工作等等 皆是可以 非常方便 随处行精进 法不实的 如是等等 各位行者有缘 还可以根据 自己的特点 总结出很多 空间精进的方式 也可以跟老师请教 向其他师兄 参学种种的方法 请教善知识本身 也是精进的一部分 第三个纬度 讲一下 专精方面 也就是 一门深入 新耀云 行 则任在一门 信 取缘 通无碍 也就是在修行上 如果想要记得成就 应该 一个法门 精进专修 有的行者 不明白这个道理 总是这山 望着那山高 看看这个法 很殊胜 那个法也很好 这个最高 那个最庙 然后不停的 换法门 或者这个也不舍得 那个也放不下 同时修几个 乃至十几个法门 这样下去 往往还没有实现 想要的愿望 就已经怀疑 法法 退失了 信心 非常的可惜 如果能够明白 以法通 白法通的道理 一门深入 勤精进 又何愁 没有收获 现金呢 从咱们学院 十多年的 教学经验 来看 凡是一门深入 精进 专修准理法的 一定是 收获最大 最长久 信心最坚固的 比如 像 许上阳 陈刚军 郑杰 等一批 一门深入 十年之久的 老学员 都是在修行 学习 种福田 法部师 几个方面 都能够一门深入 精进 专修准理法的 这样 是进步最快的 反观 一些学员 或修行多个法门 或学习 东林 洗澡 或种福田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或法部师 看心情好坏 等等 如是试作 进步 明显较慢 甚至迷茫徘徊 乃至退时进心 大部分的雄者 还是在部分 精进的层面 或者修行 比较精进 或者学习 比较用功 或者种福田 比较勇猛 或者法部师 比较努力 因此在收获上 根据自己的努力和侧重 显现的 也各有不同 或者偏重修行的 福报显现就少 或者偏重学习的 感应就少 或者偏重重福田的 智慧线条不足 或者偏重法部师的 容易一时热情 不能持久 所以说 最好是能够齐头并进 这样才能够修学 并重 财法 工具 则福慧 皆得如意显现 自然能够做 红法的榜样 如上和讲 行者能够在时间 和一门深入上 和空间上 都如是精进 精进 是最好的 但每个人的 因缘业力不同 很多初学 也很难 一下子就全部精进 所以 新药中讲 为更有多种 好乐不同 或有乐吃 三道五道 十道 乃至百道等 中间随根所乐 不同 皆得吃送 希望各位行者 能够明了 正确认识 自己的修行阶段 和自己的姻缘 不气馁 不退失 只要每天在修行 哪怕修一点点 也在进步 虽然进步慢点 但也在进步 而全部精进 是自己现在 或未来 要实现的目标 现在虽然不能全部精进 但大方向确定了 只要性情兼顾 持之以恒的努力 那么未来 一定是会越来越精进的 乃至早日 精进圆满 好 最后一句话 分享 秦经济 为正经济 既如法行进 据正见 深信因果 则似他俱立 愿各位行者 信解元通 一门深入 越来越好的 弘法立生 货币 座 trade 全赚 点ら